Hello,大家好,我是Steven Tesla的自動駕駛ROBOT X以最大的亮點就是 它除了相機以外 幾乎不搭載任何其他的感測器 像是光學或是聲波雷達 那馬斯克堅持使用相機的純視覺AI技術 是因為他認為人類本來就是靠眼睛和腦來開車 不是靠一大堆距離測量儀器 那問題來了 這樣的系統是怎麼一步步讓車子變得越來越聰明 最後可以像真正的人類駕駛一樣呢? 這部影片我會用最簡單的方式 讓你完全了解 特斯拉純視覺AI技術的運作、訓練和優化的過程 那一樣先說 這個影片不是投資建議 我也沒有支持任何公司 我是以目前可以找到所有的研究 和已經在運行的技術來做整理說明的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純視覺的AI技術訓練其實是一個龐大又複雜的系統 讓我們可以簡單拆成四個循環步驟 紀錄事件是指當車子發生任何異常或意外狀況的時候 像是突然緊急煞車、天氣突然變化 監控員要接管車輛控制的狀況 車子的系統會自動完整的記錄當下狀況的所有資料 這些資料包含了影像、車速、天氣狀況 碰撞發生時間、煞車反應時間 監控員介入的時間等等 這些資料會馬上被刷傳到特斯拉的雲端資料主體中心 作為後續分析的用途 當雲端資料主體中心收到這些事件的資料後 AI系統會先把這些事件進行分類 然後再按照事件的風險程度和出現的頻率做排序 舉例來說 車禍需要監控員緊急介入 車輛自動煞車停止或是異常變換車道的這些狀況 都會被列為高優先級 因為它們影響生命、公共安全和乘客信任度是最大的 相反的如果只是車子猶豫了幾秒鐘才轉彎的這種事件 那這樣的優先級就會被排在比較後面 接著當事件被分類排行完之後 AI會針對這些高優先級事件 計算出需要新增或修正的影像和參數 然後建立新的規則和模型 打個比方 如果車子經過工地遇到施工人員揮手指揮交通 但卻無法辨識和做出反應的動作的話 那為了這個事件 就需要補充各種施工的手勢影像樣本 和建立對應的車輛動作規則 這樣未來車子在遇到同樣的狀況的時候 就能理解並做出正確的反應動作 那當新規則和模型被建立之後 它們不會立刻被套用到所有的車子上 而是先讓一些車子進入一個叫影子模式的測試模式 這個模式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車子的系統會在背景裡模擬這些新規則或模型的運行 記錄如果它們真的生效的話 車子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 但這個模式它不會真正影響車輛的動作 這樣工程團隊就能比較AI的假想動作 和人類的真實操作之間的差異 來確認新建立的規則和模型是不是正確 那等到驗證正確之後呢 特斯拉會先釋出這些新規則和模型 給一小部分車輛做實際測試 如果確定都沒有問題 再逐步擴大推送到更多車子上 最後等到在不同地區、天氣和路況下 這些新規則和模型都能穩定的實際運作之後 那才會全面推送到所有車輛上 這個過程就有點像手機APP的發行 先讓某一小部分人試用測試 等確定沒問題之後 再全面公開給所有人使用 那以上的四個步驟 配合其實都包含了非常龐大的AI算法架構 這些步驟會不會不斷的重複循執行 測試它車輛AI的數據、規則和模型的資料庫 就會越來越豐富 可以處理越來越多的事件 車輛的反應也會越來越快 那隨著時間的累積 就會一步一步的接近完全的無人駕駛 最後呢 如果你喜歡這類深入 但好懂又有趣的科技解析 要記得點個讚還有訂閱再走吧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